各位线上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一起来关心法税议题 今天来介绍公室 公室的公指皇宫 室是买的意思 地带皇室的日用所需各物 除了一部分是自己制造生产之外 主要还是以皇家采购的形式 求助宫外的市场 可是唐代公室的制度 实行情况并不妙 唐德宗年间由太监为使者 以低价购买商人的货物 结果太监们安排了数百个泼皮 专门在集市上 四处寻找上好的货物 这些人称为白旺 他们用一百钱 换取商家数千钱的货物 还要勒索门户钱和缴架钱 许多商家最后只能空手回家 就像卖贪翁这个故事 透过卖贪翁的遭遇 让大家了解 虽美名为公式 实际是一种封建制度下的掠夺 潮潮时有位烧炭脑翁 连一寸土地也没有 全部赖以为生的东西 只不过是一把斧头 一挂牛车 再加上十个被烟火熏黑的手指头 他没有妻子 也没有儿女 孤苦伶仃的一个人 整年都在蓝山里砍台烧炭 他卖炭得到的钱 用来买什么呢 只能买身上穿的衣裳 和嘴里吃的食物 可怜的他 身上只穿着单薄的衣服 在冻得发抖的时候 心里却担心木炭卖不出去 还希望天气更寒冷一些 夜里 城外下了鸡唇一尺后的大雪 清晨卖炭翁 还一大早架着牛车 冒着风雪 从大老远拉一车木炭 前往公事交易 一名打着皇家采购旗号的太监走过来 只用数尺捐布的价钱 抢买老翁一车的木炭 还要老翁缴纳一笔管理费 并且要他亲自送货上门 老翁哭着将那几尺捐布 交还给太监 太监不肯收 老翁说 木炭卖了 我才能换两米吃饭 现在我将木炭白送给你们了 你们不罢休 还要缴管理费 我只有死路一条 当下心一横 把那太监揍了一顿 官府听到消息后 将老翁抓了起来 幸好当时有文人将此事 记载流传于世 惊动了朝廷 将案子报告给德中皇帝 幸亏 唐泽东还不是一个糊涂的皇帝 得知老翁打人的详情后 下照开除的那太监 还赏识了老翁 十匹卷布 看完麦炭翁的故事 不禁令人又气 又心酸 把公事 搞成像抢劫一样 并不是皇帝的本意 恰恰相反 皇帝还下旨 严禁官吏 买物不给价钱 为者 罪同贪赃汪法 那么 好端端的一个公事 为什么会搞得乌烟瘴气 问题 就是出在可恶的宦官身上 其实 狭犬入室的市场形态 才是癥结之所在 你们知道吗 其实这些状况 跟我们 现今台湾所面临的乱象 有异曲同工的样子 接下来 请语谈人 慧平和嘉颖 说给你们听 大家好 我是慧平 台湾的法税制度 造成国税局 长久以来 异局不大 为图立奖金 税务人员 不仅 无需未开出的 乌龙税单指证 才能致意认定 所得性质 常用多少缴一点 要求企业 无税 顾缴的话 就要挟你 查你五年税 很多企业为了 省麻烦 就协商缴德 让企业 敢入不敢赢 税务金 奖励金 造成 国税局 滥开 税单指 台湾 税在 湖 翻滥 当 税务机关 说 多少缴一点 你说不 后续就是 变本 加利 在金钱利益的诱惑下 奖金早已变成财税人员和执行人员的目的 甚至用检举奖金鼓励全民检举 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和不信任 各种名目的奖金更在无形中沦为构陷人民的工具 让企业敢入不敢言 古代还能几股民渊 还有青天大人 民间喜 渊书 但现代的税战库 蒙渊 动辄十余年 数十年 很难获得平凡 如 吴小姐补习班 马海不成 国税局 却把补习班之前的税转嫁到他身上 甚至连生活费和病的钱都付留给他 得了忧郁症又离癌的他 一身全毁 黄先生为公益律师 被法院指定 担任遗产管理人 结果却把一亿一千多万的税单开给他 帮国税局解决问题 还被反咬一口 让他长达半年无法入眠 差点轻生 十年来申请了 一千六百张专利的L博士 每一个发明专利都要花上三四十万 还获得总统的奖励 鼓励他专利去坐驾 做股本 但当他拿了一张专利去坐驾后 本来公司资本五千万 坐驾后变三亿 到年底马上要缴一亿五千万的税 但股票并未贩卖 想用股票抵押 国税局却认为 股票没有价值 把他的所有的动产 无动产 全部查封拍卖 让他一无所有 税灾户简先生认为 财政部的部首把 恶劣行径比任何人都可怕 为了台湾人民的生存 他要抗争到底 即使他已往生 子子孙孙也会继续抗争下去 一个个的税灾案例 血泪斑斑 庆祝难输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 有关台湾税灾户的影片 国税局要整你的话 他很简单 他就来查你的税 你就完蛋了 金额总共是1650几万 一张单子就跟你讲 你欠税的金额就是这些 我买卖不成立 结果国税局把之前的税 全部加在我身上 我一路上就这样子没有人生 我诉求无门 我得了忧郁症 现在又得了癌症 他们还给我 所以胆掉我 想睡 我已经没有钱了 一百多万对我来讲 已经是很大了 我已经没有办法 我二三十年我都没有工作 我一直生病 为了这个税 他们就拿了一把刀架在我脖子 你叫我要怎么活下去 我在死亡边缘 国家还不放过我 救救我 我二十几年我已经撑不住了 国家还要跟我要钱说命啊 我要人民给我工当 我在一百零五年的时候 我就收到国税局的通知说要我交奢侈税 我们夫妻两名下只有这一间房子 而且户籍也在他规定的期限签进去 那为什么要缴奢侈税呢 那后来几经跟这个国税局了解之后 他用了各种法条 你就是要缴这个奢侈税五百多万 如果不缴的话 再加济罚金 总共将近一千万 是因为他没赚钱 他到了大陆工作之后 国税局才克税 所以我们赚了四亿多克了我们五千多万的税 结果我老公被限制出境 卡在国外 我当时小朋友一个一岁一个三岁 现在小朋友已经十岁了 已经七年了 我先生已经错过了七年在台湾陪我们的时间 就因为国税局乌龙的税单 而他们明明知道这个乌龙税单 可是却不愿意更改 接生计划科学的时候它很简单 我最大 税单开出来以后 那人民说这不是我啊 不是我的税啊 这个税这个单有问题的时候要怎么样 好啊那你举证啊 你有本事你举证 没本事你就搅 我的土地都被你征收 你叫我缴税 没有道理啊 那我税金我缴你的田还我啊 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欠税 那房子就被封了 我的行事判决 不影响到他这个追税的动作 所以现在就是一句啊 就是说我所有的零头都追了 变成所有的存折 大概都是你举证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佳颖 但是多年前 虽然台湾已戒严 但当时明治未开 自己的人权被侵害了 也不知如何争取 也有努力争取 但下场都很凄惨 因为许多前辈奉献自己的生命财产 才让现在的台湾人民 享有民主 法治 自由的人权 可是至今台湾戒严近35年了 能有少数握有公权力的检察官 财税官员 物资人权为合物 认为领到税务奖金 绩效奖金是应该的 以至于可以让财政部 公布2021年总税收达到 2兆8,450亿元 税收超增4,034亿元 税收超增创历史新高 109年 法务部行政执行署 公布新增欠税欠费 强制执行案件 达1,431万件 也是破世界纪录的数字 这真是可怕 对百姓来讲 这不是双赢 只有政府单赢 从公益律师黄文黄 科技人才叶阳春 家中失火 却被国税局趁火打劫的 曾建元教授 买不成补习班 反而沦为税灾户的 吴佩存老师 还有缠送26年的 太极门税务冤案等 税灾案件 知道的人不多 或是即使知道了 也不特别有什么共鸣 因为没有经历过 为人权奋斗的痛 不会特别察觉 人权被侵蚀的危机 大部分的国人 都是这样的想法 所以正共同的在 圈养一头 任性的 活税 税务巨兽 如果大家继续放任 这个巨兽成长 你我都可能成为 巨兽口中的 肥肉美食 破纪录的税收 和欠税 欠费执行的政府 可是绩效吗 请问小英总统 书院长 这样破纪录的 宁月百姓 是政府得意的绩效吗 官员们努力于防疫 需要大笔的防疫基金 百姓可以接受 官员努力两岸 军事平衡 开销大笔的 罗防预算 百姓也是默然的接受 但请政府 不要牺牲 百姓的人权与自由 更不能毁了 世人仰慕 台湾的民主武法制 接下来看看 前高雄国税局 检任 积和 黄冠框 先生对于太极门 税务 冤错假案的 正义之声 太极门被办的案子 是怎样 是80年到85年 6年 我就觉得 奇怪怎么会有 这种情绪 原来你看 85年12月19查 他就说有逃落多少 85年的所得税 他必须在86年3月底以后 你才能去调查 人家有没有逃落税 人家都还没有申报 你查人家逃落税 有这种吗 你怎么知道 人家要怎么申报 所以光是年度就显然 没法税法规定了 我想读法律的人都知道 那个你没有金流 你就不能给人家起诉 不能给人家判刑的 但是呢 太极门案 85年12月19 查到 搜查到两本全部61万 结果第二天的报纸说 太极门师傅 有诈欺收入 换补习班的所得 31亿 然后呢 没有证据的 我就讲说 这个写小说 也不能这样推论 结果我后来 为什么会有数字出现 我大概看就是说 61万乘以5000倍 刚好就是31亿 那事后的所谓证据 都是可以证明是假的 因为你已经有那个数据 那些侦办笔录 怎么证人笔录 是什么时候做 绝对是在12月20号以后的嘛 查税的话 他会有说 我一派案就知道 你逃漏多少 然后才去制造证据配合的 这个东西 不要说是非法课税 非依法利课税 那个真的就是 所谓的摘赃亡法 第二点 所有金钱犯罪 一定要有金流 没有金的 这个没有金流的 然后说去课税 处罚 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 《税监基督法》第28条 只是用语客器 他就是 不是用说 你不能非法课税 所以才说 用计算错误 适用法令错误 那太极门案子 你就是计算错误 就是适用法令错误嘛 所以 你今天要是国税局 行政执行署 有自省能力 而且觉得说 不管 你不要说 为什么我怕员工被处分 或者什么奖金要退回 这个是 非法就是非法 那个部分要怎么处分 那是你内部 都出来 人家 接不接受 会觉得你有没有 还在包庇的问题 但是你不能这样 而不去处理 那这样子 整个法制 都被你法务部 给破坏了 没有查到金流 才61万说31亿 那这都是凭空想象的 能够用凭空想象的东西 去给人家课税处罚 那这样还要税件机关干什么 那我们财政部集合组成立三十多年 专门查大额 一年一个人到现在 可能查到的逃漏税有不出三千万 结果所有这些 用推论课税 人民没有所得给他课税的 这个蔡新门这种 一样 一去就是几亿千万 哇 那那个假设这个税可以收 还需要国税局吗 还需要那个 就找几个这种检察官就够了 你要收多少税就可以 但很很简单 这种模式可以 那好了 看到谁有钱 这栽账 他的车子里面搜查到 搜查到两三公克海洛因 然后说他找个泄民或什么 制造说他是贩毒的 光我就和他买了五公斤海洛因 那问说海洛因哪里去了 我稀释完了 你不是早就敲掉了吗 五公斤敲掉了 但是居然就是这样办 然后说那个 那个有钱人他患毒所得 就凭空想像说 患毒所得有几亿 所有财产没入 我真的想不透 为什么我们的法学教育 法律 那个养成 那个检察官这些养成 你会有事先就断定 然后再事后补证的课税 还有侦办起诉 然后经过法院判决以后 还硬拗 依法论法就是你这个 显然就是非法科税 非法科税 当然要还给人民 28条已经给你讲很客气 是适用法令错误了 你说你不知道 到我现在告诉你了 你也知道了 你假设还不要 那就只有告了 那法院告的时候 他必须答辩 必须理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什么去争执 今天就罚税联盟这些争议 太极免这个案子课税 非常清楚 确确实实 是 税务人 也就是税务机关 居甄机关 非法科税 不管是法条 不管是实体 都不是真实的 用非真实的 去给人家科税处罰 绝对违反逐税 主罰 没有任何所得税实施国家 他的政府會有這種現象的 因為有太極門這個冤屈未解 80年未解 其實就是引申出來我書上所寫的那些 現在太多稅務機關的首長都沒有查審經驗 沒有查稅經驗 不知道什麼叫做逃漏稅的 基本上會計學等級學沒有學到很通的 結果就是用推論課稅 所以才會有我現在所寫的那些冤錯假案 我們希望下一代會更好 有更健全的稅制環境 在此呼籲政府官員拿出良心 以民為主 以法為規 我們再次強烈提出三大訴求 第一 廢獎金 廢除稅務獎益金與行政執行獎益金 杜絕人權迫害根本 以免公務體系 貪圖獎金 而導致錯誤的課稅或行政處分 第二 救冤案 政府造成的錯誤 應該有除錯與修改機制 四 平反冤案 四 避免人民無辜受害 也是落實人權保障的最後一道防禁 第三 護人權 杜絕公權力 違法行政 侵害人民受憲法保障之基本權利 以免你我將來可能成為下一個冤案的受害者 前個月前 聯合國人權保障重量級國際人權專家 來台審查我國兩公約實踐的程度 真的期望台灣的人權能有大躍進的進步 德國歐斯納斯布魯克大學駐台教授 聯福隆表示 兩公約等同憲法或高於憲法 是國家 行政 立法 司法都要遵守的人權公約 目的就是要保護人權 是國家施政 行政之法的最高準則 他指出兩公約最大的精神 人民就是主人 人民的人權和福利是至高無上的 假如政府注重人權 就先把這些最災戶的冤案解決 把土地還給人民 人民才是真正有資格審查兩公約的 人民才有資格去主張人權至上 人性尊嚴不可侵犯 人民的財產不可侵犯 人民不受政府威脅 人民不受政府欺負 相信審查委員們 對台灣政府有非常正面的建議 也能給官員們有正面人權保障的教育 讓台灣真正邁向高水平 人權國家的行列 天和世界 美丽星球 祝这世界共鸣 日月清晨有归日 串持前后有产曲 天上万物有权利 只有平坦与人权 身材何方何不舍 任人有权的尊重 奢定何归只有高 平坦法始终能见 尊敌的良心 几分希望 任人有良心 天下皆开心 任人有快乐 家家皆幸福 救护良心 爱地球 救护人权 为何必 天地有爱 于何必 世界共鸣 世界共鸣 向人权 尊敌的良心 几分希望 尊敌的良心 尊敌的良心 天下皆开心 尊敌的良心 守护人权 爱地球 守护人权 为何必 天地有爱 于何必 世界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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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人权 全全之上 尊敌的 尊敌的 尊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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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敌